屏東縣市生產泰國蝦大中 市佔率佔八成 其中全縣四千口蝦池 潮州就佔了一千三百口 为了宣傳潮州的好蝦 去年潮州政公所举办赛神蝦活动 成功活络产业经济 今年无奈遇到疫情 活动也跟着喊咖 没想到新冠疫情才刚趋缓 紧接着蝦疫情来报到 冲击消费市场 其实今年本来在五月份母亲节的时候 就潮州政公所要办赛神蝦 就是延续去年的这个活动 一直到今年 但是因为今年又有新冠肺炎的疫情 那本来蝦农的整个收成 就是会因为疫情而影响到 他们的通路行为 经济行为 这样也造成他们一些 售价上有很大的这个损伤 那再加上目前 我们有传说中的那个蝦疫情 不是人的疫情 而是蝦子的疫情 面对来世凶凶的甲克类病毒 十足目红彩病毒 潮州政公所除了替蝦农们 澄清传闻 也确保潮州 泰国蝦健康无意外 原本喊咖的赛神蝦活动 也预计于八月二十二日复办 期待带动产业回春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又重启 这个赛神蝦的活动 那我们去年是九月一号 办赛神蝦 今年是八月二十二号 我们在恢复赛神蝦的那个活动 那我们先预告一下 今年的赛神蝦 除了蝦子比大又比长以外 我们要增设亲子的这个夹蝦活动 我们是希望呼唤 我们所有乡亲朋友 全国各地的乡亲朋友 一起到潮州来 我们来看看潮州的泰国蝦 可以养得多大多长 如果有这个机会来我们召集参加 我们召集参加这个赛神蝦 实际我们今年已经办过了 赛神蝦参加的效果真好 我们今年第一名的赛神蝦 最大多还是六牛八 它是真大多 今年可能它的重量会更加 蝦农们强调 由于泰国蝦是淡水饲养 完全不受病毒影响 而且这样的病毒只要感染几乎全军覆没 所以大家在市场上看到的活跳跳鲜虾 绝对没问题 它这个十足木红彩病毒 它是海水里面 这个变毒的生存 我们在泰国的这个池 是纯粹都吃水的 所以它根本那个环境里面 就没有这个变毒 只要外面 整池的河河河就对了 百万一百OK 没什么问题 所以我在这里要把全国 这些社会这些 合约 你们做这些方释 我来帮助 潮州政公所表示 期盼透过赛神蝦活动 插量潮州是泰国霞大本营的招牌 也让受到这波疫情影响 内心受挫的蝦农朋友 重振信心 刺激消费也为养殖户 加油打气 屏东新闻 北亭张志豪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